请黄老师帮我们测字占谱 未来哪个月我在哪个方面最逍遥呢 哪方面最逍遥 最自由自在 幽哉幽哉 我们看一下字面 字面是这四个字 你自己决定 从这四个字里面 你选一个字来测试看 自己决定 请现场贵宾 还有观众朋友 你请来选一个字来看 请 我们现在从第一个字来讲 字 字是乐佛大叔 那个选的 还有观众朋友 你也是选字的话 答案是游玩 健身 修养 生习 快快乐的生活 就像我们现在这样一字 所以是生活方面最逍遥 80分 很棒 其实我们再看一下定 先看一下定 定是肃清选的 还有观众朋友 你也是选定的话 答案是 事业富足 宏图大展 很棒 看一下这个定 是刚好是红的开始 逐的结果 所以这应该就是工作方面 工作方面最逍遥 90分 好 现在我们看 最多人选的几 还有观众朋友 也选这个几的话 他的答案是 记性不佳 苦恼不离 这个不会坏 对啊 朦朦朦朦朦的 忽考朦朦朦的 活得很快乐 这个很快乐 这个是热唱山丘 这很快乐 当我的心情 降到 chapter 就是100分可能 也是很逍遥嘛 我跟你讲 年纪大的这个最爽 不要去计较嘛 对不对 难得糊涂嘛 对 我们给他一半一半 50分 對啊 也差太多了 名氣大要有幽默感 漂亮的人跟你笑 沒關係 自己快樂就好了 好 最後看一下靜雯選的這個結 還有觀眾朋友也是選這個結的話 答案是 財源沖沛 快樂數錢 你看這個呢是 好到 三點水嘛 是沖沛的沛的開始 那右邊這邊是快的結果 所以當然是錢財方面最逍遙100分 耶 來來謝謝老師 謝謝老師